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视频会议召开 沈川到我市开展西伊走坊慰问老党员活动 大田和旅地新领核断2021年第二季度核整治工作联系会议召开 6月29号 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推进视频会议召开 副省长郭瑞明出席会议 我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吕昌宏 及市局有关部门人员在新人分会上收听收看会议 会议从民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交通事故运行救援机制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等五个方面 对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进行了安排部署 同时就强化组织领导协同联动责任落实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会议指出 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市场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认证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决策部署 扎实开展好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为建党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 创造安全稳定的道路交通环境 会议强调 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下秋季道路交通运输繁忙 交通安全风险较大 各地各部门要拿出决心 以最务实的作风 最严格的要求 最有力的举措抓好道路安全专项整治 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是荣媒体中心记者潘多多 实习记者潘文贵报道 6月29号 州委成委 州纪委书记 州监委代理主任盛川 都我是看望慰问老党员 及因公牺牲的党员家属 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市委成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曹勇陪同 在屯角镇丽渔村 沈川先后到何绍刚愚民之家中 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 对他们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并为党员50年以上的老党员何绍刚 颁寿纪念章送上慰问金 嘱咐他们保重好身体 积极参与村寄事故 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积极投生到乡村振兴中去 沈川还到因公牺牲的党员 象征家中慰问其家属 详细询问其家庭及子女的生活情况 希望他们保持良好心态 乐观生活 并叮嘱随行人员 要多关心因公牺牲党员家属的生产生活 尽可能地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沈川表示 广大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此次慰问也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老党员的政治关怀 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希望老党员们继续发挥雨热 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带动引领更多年轻党员 争作无愧于新时代的合格共产党员 共同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慰问中 沈川海道里渔村苗族博物馆 丧产文创园开展调研 实力观看博物馆展品 了解里渔村整体产业布局发展现状 听取水产养殖 桑产等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他表示 里渔村产业发展取得了泄林成绩 希望里渔村持续发力 应力质疑旋转产业 积极引进相关项目 壮大村集体经济 充分挖掘并创新民族文化的呈现形式 有力带动当地群众 增收 助推 乡亲振兴 是农媒体中心记者方家菊 实习记者周登美报道 6月29号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大田和柳玉新人合段县级合掌范国美 在市人大会议室主持召开了 大田和柳玉新人合段 2021年第二季度合掌制工作联席会议 会上是民政部门和大田和柳玉新人段 合掌制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 传达了2021年第二季度 大田和柳玉合掌制工作情况 大田和柳玉新人段涉及的乡镇 街道 和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相关人员 分别汇报了2021年上半年 大田和柳玉新人段合掌制工作 开展情况 治理执法工作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下部工作打算 听取汇报后 泛国美传达了大田和柳玉 州级合掌制第二季度工作会议 和周政协主席大田和州级合掌 陈国芳讲话精神 总结了第二季度大田和柳玉 新人段合掌制工作 对第三季度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并就进一步抓好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污染防治是中央三大攻坚战之一 要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严肃性 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政治担当确实增强落实合掌制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民居目标突出重点 全面推进合掌制各项工作落到始处取得始效 二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大田和柳玉新人段合掌办 要进一步加强对乡村两级合掌的多促指导 增强合掌责任意识 提高履职能力提升工作水平 涉及乡村街道和有关单位 要严格按照合掌制的有关工作要求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 加大工作力度 积极主动作为 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 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 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严肃追责问责 三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调度 要加强对乡村两级合掌 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工作调度和指导 确保既定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要对乡村街道及有关单位的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督促成改 把压力传导好 把责任落实好 四要进一步规范信息报送 要及时总结合掌制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 拓宽宣传渠道 扩大知晓面和影响力 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形成合掌制工作合力和火力 范国美强调 大田和柳玉新人段涉及的乡镇街道 和列席会议成员单位 要坚持问题导向 对标对表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整合资源相互写作密切配合 把核整治工作抓细抓实 为实现核美水清暗略的 大田和柳玉新人段治理目标 而不懈努力做出贡献 是农媒体中心记者黎凤花 通讯员胡军报道 是第三中学教师齐泽美 28年来数得数人 用实际行动守住了人民教师 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 守住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齐泽美老师在下课期间 意外骨折受伤 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疗养后 还未痊愈的她 忧心着班里56名学生的血液 带着伤痛 住着拐杖 毅然决然回到学校 继续开展教学工作 在我住院修养的这一个多月的过程当中 我学生在愉快的时候 我发现成绩 平时学习不到至少的那一部分图案 成绩下降的比较大 另外呢 今年我们本来就是见到一百周年了嘛 我们随时都在学习 继续学习 各种学习 都在学习这些先进的这些继续分子 有个时候我会拿我的困难 学校考虑到她身体的特殊情况 在一楼教室为她临时设了一间办公室 方便她上课办公 齐政美教师作为一名党宴教师 然后在我们山中一直都起到的是模范的 优秀的这样一名教师代表 然后本次受伤以后 然后才休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向我反应 然后要回到学校来继续教书以人 就是为了她在他们的班级的旁边 开设了一个临时的办公室 以便于她上下课的时候 可以减少走路的这样一个路程 齐泽美腿脚受伤 美自家人送她到校后 她只能住着双拐上课 由于行走不便 班里的学生都在校门口等她 参扶她上下楼梯 一路步行到教室上课 她把教育事业当作终生事业 其兢兢业业自强不息 努力拼搏 无私奉献的精神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师生 自从齐老师来三中之后 我们一直都在搭档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配合得非常的默契的 首先一点我觉得 作为一名老师 齐老师 他在工作方面 或者是在其他方面 都是我们学校 所有老师的 这个典范 都是我们值得 我们这个学习的 这个榜样 课堂上 齐老师忍受着疼痛 坚持站着给学生们授课 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教育工作者 百折不脑 无私奉献的精神 同时 作为党员 他认真学习党史 在其中感悟初心使命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不断助劳信仰之机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教育教学事业中 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添砖加瓦 市中媒体中心记者 罗天启 罗国林 实习记者 赵恒 报道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我们的新闻热线是 188-8599-1968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